彻底服了 爱德华斯弹约基奇表现直言自己只能笑不能生气 因为后者太强了 客场不敌绝金队 斯林郎队输掉至关重要的天王山之战 他们大比分2比3落后 安东尼爱德华斯表现低迷 全场投篮15中5 三分球5中1 只得到18分四篮板9助攻 还出现4次失误 反观绝金队的尼古拉约基奇则有超神表现 面对斯林郎队联盟第一的防守竟轰下40分7篮板13助攻 而且还是零失误 很显然 爱德华斯面对绝金队的疯狂包夹有些无所适从 这是他成为超距之前必须克服的难题 要知道约基奇的破包夹能力则是联盟顶级 当记者赛后提到约基奇表现时 爱德华斯显然对他彻底服了 爱德华斯还直言约基奇是联盟最好的球员 在过去三场比赛中都展示了这点 他必须给约基奇喝彩